李光耀去世前为何绝望 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 这几乎是一个举世难题 这两天 有个很热的话题 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 他就建议 央行多印两万亿 用一零年时间 让社会多生五千万孩子 而且要尽快 其实逻辑也很简单 多补贴 多发钱 大家负担轻了 自然愿意多生娃 但信息往往的相互结合起来看 才有意思 才能分出真假 这两天 还有一条很简短的信息 新加坡生育率跌至十年来最低 有多低呢 总体生育率只有1.1 新加坡生娃就发钱 也就是婴儿花红 第一 二胎能拿到8000新元 差不多3.8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三胎 四胎补贴更多 只要你愿意生 就有钱补 但实际情况呢 生育率创下十年新低 可见 发钱 根本解决不了生娃的问题 而且 现在还有一个观点 大家不愿意生娃 是因为房价太高 买不起房 但是 我们知道 新加坡的祖屋制度 是十分完善的 全国80%以上的人口 住在祖屋里 就算有了房 甚至有了大房子 还是解决不了生娃的问题 李光耀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他是少数可以算得上政治家的人 但是 李光耀生前曾经说过 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 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 我会说是人口问题 但悲剧的是 他承认 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 也早已放弃 先前有不少文章 已经分析过日本 韩国 法国 以及中国台湾等 很多地方的人口问题 现在就说下 李光耀对提高生育率 为什么这么悲观 他到底是怎么看待人口问题的 这里有不少地方 很有启发意义 今天这部分内容 不少来自李光耀 在2013年8月时出的书 李光耀观天下 这本书 出版不到两年 2015年3月 他就去世了 新加坡是李光耀一手立国的 他在书里回忆到 1959年 他刚当上总理的第一年 新加坡有6.2万个婴儿出生 但是 2011年 新加坡出生的婴儿 已经下降到 39,654人 现在 新加坡一年的新生儿数量 勉强保持在3万出头 但实际上 新加坡的总人口呢 1957年时 不到145万 现在将近570万 总人口翻了几番 但是每年新生儿的数量 却大幅下滑 1970年代 新加坡曾经推行过 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 不到20年 李光耀就发现了问题 迅速停止了计划生育政策 开始鼓励生育 口号也变成 如果能养得起 就生三个祸更多 低生育率就像一个漩涡 现在很少有国家掉进去 还能爬出来的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的生育支持政策非常多 用香港立法会的一个报告说 新加坡的生育支持措施 在亚洲是最为全面的 除了上面说到的婴儿花红 还有非常多的政策 比如子女免税额 家长税务回扣 再值母亲子女沽税回扣 子女满七岁前 家长每年最多可放六天的 新加坡鼓励家长 把孩子送到托育中心 二到十八个月大的小孩 每个月补贴六百新加坡元 约合两千八百多元人民币 接下来一直到六岁 每个月补贴三百新加坡元 有益生育的父母 能优先分配组屋 人工受精 体外受精 冷藏胚胎移植 政府最多能报销七五 有统计数据显示 有两个孩子的新加坡家庭 当孩子年满13岁时 经济方面累计的资助 可以达到11万8千美元 约75.2万元人民币 但是李光耀说 如果他还主政 会把婴儿花红 定为新加坡人平均年薪的一倍 让孩子从出生到小学的 全部花销都能被包下来 但是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吗 李光耀说 不会 即便有巨额的奖励 还是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现在新加坡节节下跌的生育率 的确也证明 李光耀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他为什么希望这样做呢 用他的话说 就是为了证明低生育率和经济 或者财务因素不大 在书中 李光耀还反驳了一个观点 房价太高 房子太小 让人们不愿意生孩子 李光耀说 去过一些地方 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拥挤 但生的孩子却更多 现在即便是有更大更便宜的房子 到头来 可能还是只会生一个小孩 那么 问题出在哪 李光耀认为 生活方式 思维观念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 女性受了教育 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也要像男性一样打拼事业 周游世界 不再为子女所牵绊 包括很多人不知道 年轻人为什么找不到对象 不结婚 在李光耀看来 其实就是年轻人 想要让自己过舒适的生活 简单来看 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政策 很难成功 出路在哪 李光耀指出了两条路 一是像西方一样 接受同居文化 承认非婚生子女 补充一句 非婚生子女的比例 在法国已经达到50%以上 第二就是移民 实际上 新加坡虽然是个移民国家 但是现在反移民的声音越来越强 李光耀也承认 处处见到长相 口音 行为举止 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 自然会让人感到不自在 他也宁可多看到熟悉的脸孔 可是 放开移民 是政府几乎在无计可施之下 才出的下策 不然 就只能任由新加坡持续萎缩 老化 失去活力 李光耀的儿子 也是现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喊话 为新加坡的未来 拟定了许许多多的计划 因为有梦想 也有野心 但是万事俱备 只缺一样 那就是下一代人数不够 五道 二 一 三 二